今天看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重播 就看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演员 他叫蒋大为 这蒋大为是我们上世纪 我们这一代人当中的一个佼佼者 当年他唱着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真是感动了两代人 大为前几年好像听说是去移民了加拿大什么的 后来我们了解到是去的多伦多 大陆有些报道说他去了温哥华 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就特别着急 我就说你怎么移民到加拿大来 不是说加拿大不接受你这个艺术家 你这种特殊人才 加拿大肯定接受 只是什么那就是不合算 你要真的正儿八经的 你要在加拿大生活的话 你这就我觉得都有点浪费 因为你那么好的人脉 那么好的歌声 应该在中国大陆 应该是比如说不管是村间填头 矿山这个车间 应该说蒋大为走到哪里都是歌迷 但是你到海外来吗 不行 虽然歌迷还是不少 但是弄不到钱 是不是 因为海外的市场 尤其是文艺演出市场 小众的 都是草台班子 你这个大咖就跑过去 拿不到他大咖的钱 那么后来我以为蒋大为可能是不太在乎钱 就是想求个清静 不像过以前那么热热闹闹 吵吵吵吶吶的演艺生活 可能是这样 后来发现不是 他还有点经济压力 因为他是为了女儿 读书 什么等等 后来待上几年 经济压力大了 据说 其实我在想 凭蒋大为的经济实力 经济不会太差 可能写的时候 也没有去蒋大为那边去证实 所以把它写的惨兮兮的 人家原来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团长 这几年 从八十年代唱到两千年 咱们可能经济差呢 有时候又要买房子回去 怎么这么的了 我说也不是 主要是我觉得 蒋大为如果真的要一盏歌 和为他的喜爱的观众演唱 那肯定要回中国大楼场 当然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讲 也要这么做 后来真的发现 蒋大为好像 他真的是 还是比较清贫 所以经济对他来说 还是有点压力 后来在他大哥 做他的经纪人 回到中国 继续演唱 开头的时候 还有的人还不太待见 说你到国外去 你看混不下去了 回来了 然后故意给他出场费 押点价 蒋大为都无所谓 继续演唱 后来没消几年 就又把这个形势给扭转了 所以蒋大为这个人 我一直认为这个不错 那么这一次 在春晚上他演唱 唱之三歌给党听 应该说是深情并茂 那个蒋大为是由衷的感谢祖国 感谢党 因为他回到中国大陆之后 那个央视后来就把春晚 让蒋大为参加 那你看那个去年 说去年是2020年 2020年的春晚 蒋大为也演唱的 当然现在就没有独唱了 都是合起来一块唱 那合起来一块唱 那说明是有了央视的加持 这个事业就上去了 所以我为蒋大为很高兴 这次在春晚上面 能够看到蒋大为再次演唱 然后看到他73岁的老人 应该说保养的都不错 加拿大 这个可来可不来 为什么怎么说呢 因为艺术家 尤其是上了一定 这个叫什么级别的 在全国人民心中 应该说是地位比较高的 虽然不当红 但是影响过两代人的这种艺术家 其实也并不多 蒋大为算一个 李双江算一个 这些歌手 当李双江我们不太待见他 蒋大为不一样 蒋大为还是 应该说是在民众当中的 信誉都很高 应该说是得意双心 蒋大为现在的女儿也大了 就说女儿找了一个对象 找了一个对象 蒋大为还通过在大陆的演唱 给女儿配家里一户房子 这个不简单 当然了 蒋大为在唱几年之后 等他觉得自己真的需要亲近的时候 返回温哥华和女儿 女婿团聚 再抱着这个孙子 孙子或者孙女 这个就是喜乐隆隆 寒意弄孙 这个也不错 现在海外的移民多了 不像以前 以前有些明星 因为受到情伤或者是因为一时半火 想不开 有的时候也出国 要亲近亲近 因为到了国外就没人认出他们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移民多了 就看你去哪个城市了 你如果你在温哥华多伦多 那几十万华人 这个底子摊在那里 你走到街上去 搞不定 还是会被人认出来 如果你要去华人多的地方 那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我觉得 现在就是这个艺人 如果说是要出国求亲近 看来是保不定 以前刘晓庆 什么倪庭 都到温哥华来过 我看的也都是前呼后拥的 连那个范冰冰妈 范冰冰妈来 也是前呼后拥 有一次我们吃饭 突然门口 好多人 粗拥一老太出来 我说这老太 说这明星 明星就见得 好像不眼熟 当然我们看电影 电视剧 中国的也很少 人说这是范冰冰 他妈 这个大转机不得了 而且还到每一桌去 敬酒什么东西 那那个还是现在 艺人应该说是到海外来 要想亲近 有点难 要哪种演员亲近了呢 你要比蒋大为 再年长一级的 这个演员 像这个以前香港电影演员 著名电影演员 石惠 可能有将近90 清静了 因为有一次我们喝早茶 有个角落里面 有一个神态非常慈祥的老人 在那里喝早茶 旁边有一个广东人 就告诉我 他说你看 他说边上那个 老太中间那个 他就是 就是香港 大红明星 石惠 那么同我一起去的 好像是三个人 知道石惠的就我一个人 因为毕竟隔的时间太远了 我们还能知道 什么抱起敬 石惠 这些这些演员 但是好多现在的那些年轻人 就不知道 所以要亲近来不了国外 要想八分 门都没有 我们这边的那些春晚 华人春晚 就是海外 最多给你红包500块 那已经是属于顶峰了 如果真的是要看你大牌什么的 如果有商家支持 撑死了 就是一千块钱 那一千块钱 又不是天天有演出 这一年才轮到一回 你说这日子没法过 所以大为同志 回国 回对了 坚决支持你回国八分 坚决支持你回国 为广大新老歌迷演唱 因为那才是真正的舞台 那才有真正的回报 海外 不行 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 二十年当中 完全没有这个可能 所以很多事情 都要有根据 当时的特殊的情况 来确定 好在我们的蒋大伟 还是当时 一看到情况不对 赶紧回去 要不然到现在 我跟蒋 我估计也跟老黄一样 快拿福利了 快拿政府福利了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